NEO 了世紀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上班戰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九點鐘方向的Hera選擇了哥德仁 哥德仁特色是他的步兵單位 折架式遊戲裡面最多的步兵文明 但是他的步兵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而且沒有縱火技術 甚至連卵甲都沒有 但是他的折扣還是非常多 哥德仁前期吃野味的時候 可以再吃更久一點 這就意味著他吃野味 前期可以獲得更多的肉 不會再像以前一樣 哥德仁就突然暴斃了 哥德仁開局時可以馬上研發織布技術 但是也是需要耗費50黃金 這個效果讓他變成開局 可以長出稿式的文明 例如中國 瑪雅 哥德仁開局都會織布的文明 目前哥德仁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 配上火槍 那馬攻路線稍微比較少出現 但也是有人會這樣打 因為他的馬攻路線是有品種 也有跟蹤技術的 那騎兵方面是跟波蘭一樣 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有這個大漏馬 跟重裝騎士的文明 然後其實有火炮 那生旅快技術部分稍微不足 沒有救贖思想 甚至連這個生旅戰近戰 褲打情況都也沒有 這個印刷技術也沒有 非常的慘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大漁出身點位3點鐘方向的文明 是白戰踢人喔 這個玩家從來沒有在我們平常上看過 我去查一下分數 居然是1800分還1900分的玩家喔 分數 呃 是我能遇到的那種 結果沒想到遇到了Hera 但是他選擇的文明是敗戰艇喔 那敗戰艇人呢 他的保兵單位 敗戰艇勝齊兵喔 打步兵的傷害喔 非常高 所以這場比賽喔 可以算是天克局 敗戰艇要怎麼打 哥德仁喔 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那敗戰艇人呢 他也是非常全面性的文明 不管你是要打奴兵火槍 或者是步兵單位 或者是打駱駝 而且駱駝都還有折扣喔 戰毛兵槍兵也是 甚至也有大落馬 雖然沒有品種喔 而且他也有火炮 所以陣地戰來說也不會太弱 甚至森旅科技喔 也是全滿的喔 因為他有免費的草藥技術 那他的科技方面 是相當全面的狀況下喔 打哥德仁通常是輕輕鬆鬆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為什麼Hera分數會這麼高 那如果其實這種頂尖高手 遇到比較 分數稍微低切的玩家們 畢竟是劣勢的情況下 還會有所謂的文明 Wing跟文明書的問題嗎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這裡地圖看起來 來哥德仁 不是哥德仁 不是哥德仁 就是敗戰體能 敗戰體能 上面這邊稍微圍一下 那正面的話可能還稍微圍死 如果小圍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這樣子圍喔 直接圍好 後面這裡直接圍過來 把果子遺留在外面 後面稍微圍一下 那如果不是這樣圍的話 可能就這邊就要直接圍到底了 花費的資源會更多一些 那我是覺得這邊可以直接小圍喔 這邊小圍小圍再小圍 全部小圍之後 正面稍微圍一下 或是正面給他圍起來 都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那只要圍得越小 就意味著你的軍力就越強 你的軍力就越強 就有機會可以抓到對手的兵力喔 那HERA這邊的地圖狀況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後面還有一塊黃金 正面有石頭 後面雖然沒有礦喔 這個礦有點慘烈 但知道這個礦還是偏上方的位置 而且是處於低處的地方 高地蓋一個場礦地也沒問題 HERA這邊是決定要把補持給圍起來 稍微守住 正面的位置可能這邊會打一個開口 這邊稍微圍過來 然後後面這裡可以考慮直接下面圍石 那左邊的地方呢 就可以把後面這裡圍一下 那圍到底也是可以的 那HERA這邊是選擇了肉碼開局 波蘭婷這邊是點下的一農一木 選擇了肉碼配槍兵的開局模式 那HERA這邊也是喔 兩邊都是肉碼配槍兵 好兩邊肉碼對打一下 結果HERA的肉碼直接就這樣送掉了 波蘭婷這邊兩隻肉碼獲得了先機 獲得了異殺的優勢 那HERA這邊也是不疾不徐 慢慢的產肉碼 損失了一隻肉碼沒關係 結果波蘭婷這邊是決定要大圍喔 把自己家裡給圍好 但這裡應該是有洞喔 對後面大圍這裡還是要圍一下 好三隻肉碼過來看一下 結果HERA肉碼直接放出來 出來我就來防守 好那這時候通常 波蘭婷這裡會拉槍兵過來迎戰 好拉了一隻槍兵過來 那這槍兵還要再補一隻嗎 好沒有要補槍兵 但是很專心的在灑農田了 我這裡農田樹已經來到11片了喔 那這邊HERA等12片 兩邊的農田樹看起來差不多的 好這裡用兩隻獅子稍微打一下 HERA開始在飆手術了 好 獅子都是分批的去操作 好肉碼損失了一點血量 但問題不大 鋼兵沒有打算按 按了三隻肉碼 好後方的位置已經準備圍死 我還是上面選擇一個大開口 下面圍死的一個策略 好那巴蘭婷這邊也是 開始把左邊給圍好 但圍的時間有點慢喔 15分鐘才開始在圍這些 大規模的地方 那如果要圍架的話 這邊槍兵跟肉碼 主要是放在家裡先防守比較好 被抓到落蛋村民其實蠻傷的 好這邊對撞 欸這裡要小心 半斬亭這裡會死光喔 肉碼有點不去打輸 血量也不夠 哇果然損失了兩隻肉碼 第三隻也倒了 尷尬了半斬亭 槍兵趕快過來救一下 好但至少家裡為好了 黑蘭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目前半斬亭人要打贏對手的話 最好的辦法還是要先等到城堡時代喔 轉出半斬亭聖騎兵喔 轉這個護兵殺手 聖騎兵會比較好 那如果哥德是走一個騎兵路線的話 那就可以走這個駱駝路線喔 那如果哥德走公兵或馬公路線的話 半斬亭又有戰矛配駱駝策略 所以不管怎麼打喔 半斬亭都有自己的轉兵優勢在喔 哥德反而是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位置 那也不是說哥德就是沒有辦法完全反擊回去喔 哥德人自己也可以轉出大量的槍兵喔 去更對方款喔 甚至轉這個劍兵勇士喔 搭配上一些弱馬阿 或是騎士 或是轉馬功 火槍也是可以稍微抗衡的 那不管怎麼抗衡喔 半斬亭都是還有比較有主動性的那一方喔 哥德人如果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搭配自己的大量的經濟超可能打贏 所以只有可能這把 就是HERA打的比較偏經濟細一點 就可能自己劣勢的狀況下 就會選擇不主動出戰 反正是選擇一個被動 對方轉損兵 我在轉損兵的一個策略 好 那HERA這邊已經偵查到了 你轉駱駝 那我就轉森鋁 好 森鋁先出來應戰 那森鋁的部分的話 他哥德人是沒有印刷技術的 所以這隻城堡是在稍微擋一下 稍微來補一下血量 那這邊可能還是要轉個 什麼槍兵升級之類的 好 先把對手的邊緣先逼回去 半斬亭人 看到HERA轉生旅 果斷轉出了輕騎兵 那很可惜 剛剛半斬亭人的輕騎兵 剛剛有送掉的光西 所以現在洛馬要重新去 那現在要轉洛馬的話 3TC的洛馬可能會撐不了 而且是硬轉狀態喔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村民樹算是稍微弱化於HERA HERA這邊是已經58村 正面遭想一下 兩隻駱駝有遭到嗎 好結果只有遭到一隻駱駝而已 HERA這次在把地的洛馬往回派 所以手兩隻洛馬開始過來 想要找機會抓生鋁 生鋁的部分這邊要考慮 要不要點一下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生鋁的血量 不然兩刀就會死一隻生鋁 其實有點小虧的 好 洛馬直接上去頂 頂掉殘血的輕騎兵 生鋁過來招槍 直接硬招 三隻可能招得到 哇靠 三隻直接叛變我的天 HERA這邊鑽爛了 這個失誤居然出現了 三隻生鋁直接爽招三隻駱駝 那現在割得變成有駱駝的那一方了 好這邊敲鳴過來 這樣變成敗蛋庭 一隻駱駝都沒有 好趕快要補村民喔 現在經濟開始落後了 HERA這邊經濟已經領先2000資源 4TC也補上 好開始撿生物了 自己有控圖權 撿個生物沒問題 好撿了一個生物結果再發呆 生鋁要被砍死 哇 剩下 好這裡肉麻 兩邊打一隻 終於打贏 這個燒戰也解除 炸彈體人這邊點出了 跟城堡 開始就重新殘血駱駝 不然的人點下了帝王時代 炸彈體人這手也可以點下了 炸彈體人的帝王時代非常便宜 結果這手還沒有點 難道他忘記他是霸彈體人嗎 哇這個生死帶又慢了一些 尷尬 好 臭屏書 還是HERA這邊支援領先喔 哇領先了快要4000支援 這個經濟相當好 惡農惡目喔 結果霸彈體人這邊最重要的二級伐木 卻忘記了 別人會說 哇都已經來到1800分 怎麼會忘記二級伐木喔 呃 是有可能的 有時候打架打不太忙阿 或者是遇到頂尖的職業選手時候 難民會覺得 喔壓力三大阿 壓力一大時候 人都是會失誤的 這看起來是一個很明顯的失誤阿 都知道點手推車 但是卻忘記了二級伐木 真的有點傷阿 好 兩邊一路直接農到了帝王時代 哇前期的打鬥算是很小 哇 HERA這邊是直接轉 重裝騎士阿 好 那是有看到 巴蘭婷這邊是按 巴蘭婷勝騎兵的關係 轉重裝騎士 確實是一個好選項 呃 確實喔 巴蘭婷勝騎兵的騎兵傷害解免喔 對上 重裝騎士的話 是沒有解免的效果 那巴蘭婷這邊要打贏的話 這個方法就是 趕快轉槍兵 或是轉駱駝 還有生女出來擋 好 這裡 巴蘭婷勝騎兵 直接把這個巨頭給收效 現在哥德爾人少了一個 反制重裝騎士的方法 好 是 巴蘭婷人 巴蘭婷這邊趕快圍個大石槍 好 這邊兩邊看最打 但是巴蘭婷勝騎兵根本沒有承襲 直接被重裝騎士打到頭獲血流 巴蘭婷勝騎兵沒有辦法擋住 這一大頭的重裝騎士 直接全部死去 好 HERA現在只是想要重裝騎士 直接一次突破 這裡的反線 這裡最重高的重裝駱駝 還沒有點下 趕快點下重裝駱駝 三級騎兵鎧甲已經點了 好 這個門口有點危險喔 一直有重裝騎士流進來 但還好這裡有 十一隻的抽名在後面補箭矢數量 好 這裡點下了二級的弓箭 各級 增加一下城堡射程 跟傷害值 哇 沒想到這些駱駝開始頂住 只是一般的駱駝也擋了這麼久 跨單體的皮駱駝已經打出了自己的身價 哇哇哇哇哇 好爽好爽 用皮駱駝直接擋住 好 就要看到這個情況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使用重裝騎士 直接把這頭給拿下 這裡要轉出一些槍兵才行 先轉步兵科技了 後方的三台巨型投資 直接正面開拆 駱駝好像沒機會 這個重裝騎士會流進去 完蛋了 正面沒有圍好 這裡直接拉個十強 把木槍滴一滴 成門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好 現在駱駝數量上還不太夠 好再注意一些 但天人這邊肉有點缺乏 要注意賞武田才可以 好這波進來 還能是損失掉了一些村民 來到了九村十村 哦 算是第四台巨型投資機也來了 Hera難道要直接一波帶走了嗎 分數差六百分 真的差這麼多嗎 哇這個觀念差距 好像真的有點多 好巨頭正在開拆當中 現在有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25隻 但是 現在 前面 守著五台巨型投資機 有遊俠的 哥德仁 能夠擋住大量駱駝嗎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你知道 你是Hera 還是有這個 羅文明上的烈士在啊 你是終究還是騎士而已啊 好直接放棄五巨頭嗎 五台巨頭等於一千黃金耶 哇直接放棄 那還好班天人的建築物血量天聖就比較多哦 比較耐卡 班天人這時候終於打出了自己的優勢 哥德仁點下金冠技術 緊噴 哇 緊噴一點完 就要開始大爆噴這個槍兵了 好現在駱駝過來 家裡稍微有點壓力 跟槍兵數量開始做得起來 哇 緊噴速度非常快哦 一隻槍兵的建造不用十秒鐘的時間 好槍兵配重裝騎士 這個就是我們頻道所常講的 步騎作戰 步兵加騎兵 解釋法蘭克人 很常用到的一個策略 對方有駱駝 那我就遊俠配槍兵 反正也有這個騎士作為主力 對方有什麼工程器 騎兵也是可以瞬間解決 或是有工兵單位也行 或是戰毛兵 雖然都是全近戰的策略 但是還是有很強大的壓制力 那法蘭鐵人這邊要打贏的話 自己要轉戰毛兵或是轉火槍 或是要轉一些槍兵 過來打會比較好 好 跟這個槍兵直接無所畏懼 直接往臉上A 能戳多少隻落頭就戳多少 反正我的槍兵基本上 比你還要更省 你二五 你又有七五折 我可是有六五折的優惠 給你多了一個折扣 這就是哥德人的槍兵優勢 那如果巴蘭鐵人這裡不轉火槍的話 會不會打越獵士喔 但是這裡不轉槍兵也不行 因為不轉槍兵的話 就意味著正面完全扛不住 再來變成巴蘭鐵人這邊轉兵 轉的有點問題 哇 這裡就印證了 世紀力國正是一款真正的轉兵遊戲 把大量資源投資在一個兵種上的時候 就會變成轉兵困難 好打兩牆兵直接無視這個城堡 直接殺進去了 駱駝也被戳到只剩下少量的13隻 這個數量 現在赫拉的重裝其實一進來也能打得贏 完了完了 巴蘭鐵怎麼扛 奇兵雖然升級好了 但是赫拉的重裝其實也殺進來了 直接硬吃 想要直接把對手給拿下 對話這邊給的壓力非常濕度 巴蘭鐵人弱的全部倒地 槍兵趕快努力防守 但是對方哥德的槍兵也是很多 好 哥德人這邊轉出了化學 奇兵開始往裡面衝 大力現在一團亂 好雖然槍兵的軍有六個 但現在肉開始不夠了 一直收吹的關心 現在產槍兵有明顯的產能部署的問題 好 擋住了第一波 那第二波攻城又來了 就把這裡直接騎上去 哇 難受難受 說明書插住40吋 巴蘭鐵人戰損來到了57吋 後面這一坨重裝產槍兵能抽完 好 那第二波又要來了 現在變成兩邊槍兵對租的狀況 好 哥德點一下無政府狀態 連哥德威隊也要登場了嗎 現在赫拉的經濟已經來到了3700 2700的經濟資源 這就是要用經濟把對手淹死 哇 這個基本攻真的很重要 赫拉的基本攻射實在太扎實了 巴蘭鐵人其實擁有 反哥德最強的步兵單位 聖騎兵 但是只要城堡印沒有 沒有聖騎兵 那赫拉這邊隱患就沒有了 可以防出步兵部隊 但是 巴蘭鐵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赫拉拿下比賽勝利 哇 這場比賽有點快啊 我覺得赫拉的策略相當正確喔 只要對方城堡一掉之後 開始轉大量步兵喔 對方就會守不住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哥德打巴蘭鐵人 非常的 非常好的一場比賽喔 那如果大家喜歡玩哥德的話 比如遇到死對頭巴蘭鐵人 可以考慮一下 HERA這一套打法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拿下 所有的資源勝利 哇靠 贏了 這個贏多少 贏了3萬資源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一場比賽可以輸過到3萬資源 3萬這個數字有點誇張 那巴蘭鐵人這邊是有4個聖物 但製作中還是沒有擋下基礎支援的烈士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提供 林聖人 記得訂閱 數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